2月23号晚间,香港著名渔记猪皮爆出一则爆炸新新闻,在直播间里用极为肯定的语气表示周迅和陈坤这对知己领证结婚,预计在今年于西藏举行婚礼。 由于周迅和陈坤的影迷非常多,消息传出后瞬间引发网友热议。 除了两人敲咪咪领证结婚这一消息以外,周迅和陈坤的相关婚礼细节流出。 猪皮称,他们的结婚地点选在了西藏年龙寺,还邀请了知名人士主持婚礼,见证两人从好友到成为夫妻的过程。 随后更有眼界的网友发现,一向娇小销售的周迅,小腹好像微微隆起,大腿也比之前胖了不少,疑似已经有孕。 当天,周迅身穿宽松黄色T恤和灰色长款外套,牛仔裤也是休闲肥大款式的,戴着墨镜和帽子,很是低调。 而旁边的陈坤则黑衣黑裤黑鞋子,帽子眼镜口罩一应俱全,走在周迅身边,丝毫不畏惧粉丝的眼光。 一只手搂着周迅肩膀,一只手挡在外面,像是怕人撞到了周迅,呵护又宠溺。 这贴心保护真的很暧昧地举动了。 而就在消息刚刚平息没多久,近日,陈坤发文疑似回应结婚绯闻,不想被任何人强迫,也不要借关心的名义去强迫任何人。 没想到这个想要自由的博文刚发出来,3月18号又发了一篇博文出来,文里写着,被最懂得知己伤到,连开玩笑的方式都让自己无言以对。 还表明自己没有反抗什么,疑似因为第一篇博文争吵,并且说,原以为是知己,没想到已经没有了够名。 这样的博文指向性太强了,不少人猜测是周迅,怀疑这俩人因为陈坤第一篇博文产生中止,俩人现在属于恋人之上,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朋友关系,往前一步,最后都有可能成为末路。 二十年都没有结婚,肯定是知己情了,但如今的知己也闹了矛盾,不知是什么样的不懂能够让陈坤发文说自己受伤了。 是二十几年的知己情最终背道而驰了吗?买房一起,创业一起的陈坤周迅,算起来是近二十年的老友了。 二十年有多长,由陈坤的演艺经历来看,是大写的从小孩到男神的蛻变。 2000年,她是钟表店伙计,2003年是向日葵填表白的男主金燕熙,2008年成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。 2012年,凭借突然就走到了西藏,跻身作家富豪榜。 用周迅的感情经历来说,绯闻加前任,各个精彩。 1999年和朴树相恋,2001年和李亚鹏音系结缘,2004年和造型师李大琪恋爱,2009年被传与金圈富家子王硕投缘, 2014年和高盛远修成了正果,但可能是因为太低调,开启了被离婚模式。 有的质疑俩人聚少力多,交流为零,有的爆料高盛远,夜店合影网红,夫妻貌合神离。 夫妻俩也澄清过,表示俩人工作很忙,但还是会靠电话联络日常,显然还是让很多人不幸。 前任已是浮云,正牌老公又常常无名,对比之下,周迅和陈坤的感情曝光率极高。 每次看到他俩同框,心里就涌入一股暖流呢。 街场永远同行,剪头发也一起,还戴上了窦镜铜,就算身体不好,也参加对方的公益旅行。 周迅曾自曝,说陈坤会半夜跑来谈心,而老公则和陈坤儿子悠悠一边玩打枪。 狗仔也永不言弃,他下两人在中环逛街的照片,还是大型修罗场,似乎主角是周迅和大知行男,陈坤是用来做掩护的。 记者就打电话给陈坤,我是香港某某报的记者,前两天我们记者拍到,你和周迅逛街,怕登错了,想确认是你吗? 结果换来对方一句怼,如拍到周迅和我逛街,请不要奇怪,死党家闺蜜, 我们是住在同一栋大厦的铁哥们。 最后,大知行男,据说是陈坤弟弟兼助理。 想必很多人嘴上说,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,但还是希望这样的感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。 但这事并不简单,不妨从男坤女训这抓到些蛛丝马迹。 陈坤与周迅相识在2000年,那时的陈坤还没有因为忧郁小生一炮而红,一度群困到让导演提前支付片酬。 但那时的周迅就不一样了,只比陈坤大两岁,入门演戏却早了八年。 入行经验丰富的周迅尽心帮助陈坤找演戏的感觉,后来又推荐他进入李尚红公司。 但人生没有一番丰盛,今日的影帝也是昨天的菜鸟,受挫失败没少体验。 有次,陈坤大晚上喝醉了,电话嗓门一高,周迅,你给我出来。 周迅也根本不恼,担心地跑来,一看醉想就懂了,不问为什么,也不说叫,像抚摸小狗一样抚摸着陈坤的头。 后来,失落的人换成了周迅,因为出演的你好之华,没有让他拿下鸡毛以后。 这篇陈坤的守护方式是向全世界宣告,甭管拿奖的是谁,我就觉得周迅最好。 相识与威识的人,他们见过你最初的模样,知道你的坚强与软肋,知道你描摸梦想的点点滴滴。 当别人关注你飞得高不高时,他们是那么懂你,力挺你。 不要紧张,我在你旁边。 哎,想哭就哭,没关系。 没关系,你是最棒的。 陈坤现实中是个有态度,有脾气的人。 在快乐男生上,他拒绝听选手的苦情故事,请用演唱实力说话。 在行走的力量中,他怒怼偷懒悠闲的大学生,搞清楚这不是旅游。 赵薇定上映,身为老同学的他,拒绝友情被妖魔化,直白揭露, 我们的友情不像媒体说得那么好,也不像说得那么不好。 在他心里,做人也好,做事也好,应该是纯粹有原则的,要出于自己本心出发。 而这一点,遵从内心直觉的周迅正好是文青、陈坤的菜。 周迅身上,你不仅能看到演戏时的专业灵动,还能被感染生活中外飞蛾扑火的热情。 在众多段感情里,相对翻车出名的,是他和设计师李大奇这段。 一开始,两人恋情还如火如荼,在拿到金马奖影后的领奖台上,周迅当着全场以及在线直播平台当着全世界表白, 谢谢你,包容我的坏脾气。 采访被问到结婚,他又放话,我跟大奇结婚是早晚的事,这个男人我嫁定了。 对比娱乐圈一些或为了个人发展,或害怕感情见光死的情侣,周迅看起来是那么任性勇敢,不计较后果。 然而最终,当发现李大奇并不爱自己,周迅咬着牙忍着痛,还是为自己止了损,被全世界嘲笑,当年多无知。 周迅每任男友都知情的陈坤曾这样评价,在面对流言蜚语或者铺天盖地的赞美时,都没有失掉自己的节奏和状态。 娱乐圈不缺台面上的好朋友,宣传期时各种微博打榜转发,可过了宣传期就不见好友问候。 有人会说,感情不用时刻展现给大众,但和秀爱一样,不秀不一定不爱,能秀出来,还坚持多年的,还不盖章是真爱? 陈坤对周迅就是如此,他被称为第一迅吹,共关辟谣裸照事件,祝贺电视剧开播,预告电影录演,上杂志了美美美,这不是变了法子再说小迅真好吗? 从这点看,陈坤和赵薇虽然是老同学,但俩人的交情似乎并不及周迅。 陈坤不配合至青春捆绑宣传这事,至今两家粉丝仍互不待见。 不过,赵薇这边也不差老铁,和苏友鹏就是另一对圈内模范好友了,生日祝福每年到,一有活动就宣传打call。 被问到以前有没有对赵薇动过情,苏友鹏回应很认真, 我们不是爱情,但感情一直都在,小时候交的朋友最能长久,到现在已经像家人一样。 男女之间的情谊终归源于一丝心动,只是时间久了,事事会改变,感情会细水流长。 或许你也会发现,有的人无关风月,无关性爱,只和你谈了解,陪伴,还有没关系,你最漂亮。 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个女生哭诉,自己看了场一百来快的电影,结果被男友嫌弃败家。 爱情这东西啊,恩爱使你浓我浓,清醒时却和你算金算两。 突然觉得,还是有段镀金的友情好啊,像何炯说的,有些人一直在一起,你就会很安心。 或许他会像陈坤一样,眼神一瞥,心灵神会,对着朝音乐盒挪不开眼睛的周迅说, 你看,你想要哪个,哥给你买。 或许他会像周迅一样,煮一锅笋子,和自己住同栋楼的陈坤穿着拖鞋就来了,一进门就听见。 曾经有主持人问过他们怎么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,他们回答,这是一种爱。 父母关系那么好,楼上楼下的住者,像兄弟姐妹这样的爱。 他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朋友的界限,可以成为家人互相陪伴,也可以继续做彼此的风景互相成就。 连如果真的在一起了,网友肯定会很祝福,因为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彼此的人了。